就你见的多了就会越强大 你说从小到大你都有一个概念 是别人家的孩子 哦对 就是你很在意这个说法 就永远就你听到老妈说 隔壁家孩子在干嘛 隔壁家孩子在干嘛 你妈妈是真的会说这个话吗 你这怎么不相信呢 到现代为止都说 你看别人了 说掉普通话嘞 你看别人了 妈真的是吃喝古头糖 喝这么大一碗 你看你了 连不喝汤 你想想喝汤这事 都得比一比 别人家的孩子 然后后来 那个喜欢喝汤的朋友 后来我爸 我爸开始要做料理了 我就把我那朋友叫过来了 一米八的个儿 一米八六 朋友喝那种 你叫面碗吗 那个时候 以前的面碗这么大一个碗 他喜欢喝汤吗 好嘞来吧喝汤 四碗再没来了 我不去了不去了 喝不了 喝不动喝不动 连喝汤都得比 我老老束缚和捆绑着你 家里人告诉你 别人家的孩子很优秀 现在你有粉丝了 粉丝希望有底气 就是总而言之 大家都是各种各样的期待 你不觉得这些期待 对你的捆绑还挺深的吗 它是用鞭策 你就只是尝试着去积极地理解这些事而已 对吧 还行吧 这就是鞭策 打开腾讯新闻APP 添加眼界夜卡 更多精彩内容 独家花絮 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待